大家好,我是美食姐姐,欢迎来到我的厨房。 今年的感恩节,因移情的原因,大家都宅在家里。 为了冬天节日气愤,我们家提前装起了圣诞树,还新添了一对可爱的小鹿。 从来不下厨房的老公,按照我以前的视频,烤了一只很大的火鸡, 当然也少不了美食姐姐的现场指导,颜色和味道都非常的棒。 因为火鸡太大,剩下了不少,今天我就要用剩下的火鸡肉来做一道味道鲜美的肉夹馍,希望大家喜欢。 我们先把面和起来,用两杯的普通面粉,一汤匙的酵母粉,少许的白糖帮助发酵,把它们搅拌均匀。 用大约一杯的温水,把面粉搅成絮状。 然后用手把面团和起来,这时的面团还不够光滑,我们把面团盖好,醒10分钟,让面筋松弛一下再揉。 现在的面团已经变软,比较好揉了,我们尽量把面团揉得光滑一些。 倒入少许的石英油,以防止粘连。我们把它重新盖起来,再醒发40分钟左右。 这期间,来准备我们需要的油泼面。用大约2汤匙的干面粉,加入3-4汤匙的热油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好,我们的油泼面做好了,放在一边备用。我还需要青葱和香菜,让老公到园子里采一下。 还好,今天没有下雨,西雅图的冬天几乎每天都是一雨连绵的。 今年夏天,我们种了好多好多的蔬菜,但现在天气越来越冷,园子里只剩下青葱。 香菜和菠菜,这些抗冻的蔬菜了。 这些香菜是前段时间,我们刚刚撒下的种子,冬天菜长的比较慢。 虽然香菜看起来还比较小,但香味却是非常的浓郁了。 昨天剩下的火鸡肉我取了这么多,用手稍微撕了一下。 这是刚采的青葱,我把它们洗净,用刀切成了葱花。 香菜也洗净,稍微的切一下。 这些蔬菜全部都是organic,吃起来特别的放心。 这是我前段时间自制的蒜蓉辣椒酱,非常的好吃。 如果朋友有喜欢的,可以点击下边的链接,放上一大匙。 这是我自制的肉末豆吃酱,非常的香。 我们也放上一汤匙,因为两种酱都是咸的,就不要另外放盐了。 我们再加入一汤匙的初榨橄榄油。 放上我们的青葱。 这个盆太小,搅拌不开。 我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玻璃盆。 先把这些倒入这个大盆中。 再加入我们的香菜,把它们搅拌均匀。 啊,香味出来了,真香啊。 把它们放在一边备用。 我们的面也发好了。 搭上少许的干面粉,以防止粘连。 把面团从盆中取出来。 再好好的揉几下,排出气体。 并且让面团更加的光滑。 然后搓成长条的形状。 把面团分成均匀的六等份。 把每个小面剂,再给它揉一下。 然后把它每个擀成小面饼的形状。 然后把它每个擀成小面饼的形状。 取一个抹上薄薄的一层油泼面,不用太多。 像包包子一样,把它捏起来。 这口一定要收紧,给它多捏几下。 一边烙饼的时候,油泼面从里面流出来。 轻轻地把它擀成椭圆形。 这样就好了。 全部做好后,用保鲜膜盖好,再醒发10分钟。 10分钟后就可以烙了。 用电饼称烙比较方便。 大约2分钟就烙好一个。 如果用平底锅烙,两面烙成金黄色便好。 我把剩余的烙完。 全部烙完后,稍微的放凉一下。 然后用刀从中间切断。 我们便得到了两个面口袋,并且非常的松软。 我要戴上手套,把肉装进面口袋里。 感恩节剩下的火鸡肉。 如果不知道怎样吃,就可以这样做。 这样做吃起来非常的可口。 可以天天吃都不会腻。 里面的蔬菜的搭配,可以放入任何自己喜欢的蔬菜。 里面的调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配搭。 简单易做,比较灵活。 好,我们的入珈膜便做好了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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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。